那丁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是用一段可能大家挺熟悉的经文 一起分享主的话语 这段经文发生的历史 非常的早 不知道多少年前了 但是我们看到经文的内容 理解经文的深意 就知道它其中所包含的教导 意义教训 对于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教会 对于我们每个人自己 一样都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好多的第一次 让我们看到这里记录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的怀孕 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世界上的第一对兄弟 这些都是好事情 但是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知道了 世界上的第一次明文记载的怒气 第一次让我们看到 人之间那么明显的憎恨 然后我们又看到 因怒气因憎恨 引起的世上的第一次的凶杀案 第一次的人类的死亡 而且是一个哥哥杀了自己的弟弟 那个时候我们看 他们这是一个小小的家庭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呢 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类社会 虽然四个人 但是这是第一个人类社会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其实也是世上的第一个教会 因为这一家人 虽然被赶出了伊甸园 还是在跟随神的 经文一开始也让我们知道 无论是该尔 无论是亚伯 他们都在献祭 这是第一个教会 第一对兄弟彼此憎恨 没有彼此相爱 甚至发生了残杀 这发生在人类社会 丁姐妹 人类社会从来没少过这种事情 兄弟骨肉相残 人类社会这种事情少不少 不少的古今中外都有 我们中国最伟大的皇帝是谁 李世民 李世民怎么当他皇帝 杀他的哥哥 杀他的弟 国外历史上也有很多 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 在教会里有没有兄弟相残 太多了 也就是说今天的经文 对于今日的社会 对于今日的教会 甚至对于今日的家庭内部 都是有非常直接的意义 让我们知道彼此的嫉妒 憎恨怒气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经文也让我们知道 人是可以无缘无故的恨你 有一位大人物曾经说过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但是圣经的教导其实是反过来的 圣经借着大卫的口亲自说过 那无故恨我们比我头发都多 很多时候人恨你是不需要比较的 亚伯有没有伤害过该隐 他们是亲兄弟 亚伯说过什么话刺激该隐了吗 做过什么伤害该隐的事情了吗 只是因为神更喜悦亚伯 该隐就发怒 憎恨亚伯甚至到凶杀的程度 这种无缘无故的恨 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因的 真正的原因不是说 在这个人本身他做错了什么 说错了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特地要问一下AI 最近有个AI超有名叫ChartGPT 我问了一下AI 我说为什么该隐恨亚伯呢 然后ChartGPT告诉我 对神更看重亚伯的忌悟而来的忌妒 愤怒 说得多好 AI是AI他没有自己的思想 他实际上就是大书记 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讲稿 可能大家有个共同的看法 我觉得也没错 对于弟弟的憎恨 不是因为他弟弟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自己 他的忌怒气 这种忌妒 只是因为别人做得更好 这种忌妒所带来的憎恨 憎恨就会带来什么 圣经中把憎恨和什么是画等号的 和杀人是画等号的 这里很现实地让你知道 憎恨又会带来杀人的结果 我们都有个憎恨 去无缘无故的发怒 无缘无故的憎恨 带来暴力 带来杀人的暴力 语言暴力 身体暴力 最后的顶端就是凶杀 这些都是因为嫉妒 发怒 憎恨而引起的 这也是这个经文教导我们的 这些似乎比较的清楚的在经文里 经文当中还有一些相对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 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解释 大家读今天的经文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完全公益公正公平的话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经文哪里有点不对劲的地方 这是人类第一次死亡发生 死亡这个词最早在哪里出现 我前面翻两章 神跟谁说话 跟亚当说 只有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你如果违反了神的秘密 你必定死 结果现在真有人死了 谁死了 该死的是谁 第一个该死的是谁 亚当啊 亚当死了吗 没死 他当然为自己的罪付出了代价 但是他死没死 没有死 神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结果人类第一个死的人 他做错了什么 他吃火子了吗 他爸吃了 他杀人了吗 他被杀了 圣经都唯一记载他的事迹是什么 他献祭蒙损 越南 没有记载他任何的过错 做错了一件事 说错了一句话 然后呢 他死了 该死的 没死 不该死的 死了 这是什么 这是奇异的奔点 十字架不只是在心愿里有 在这里就开始隐含了十字架的含义 让我们知道 世上有无缘无故的恨 世上也有无缘无故的爱 神没有理由做这些事情 该死的 简单死的最终就好的话 这世界上现在没有一个人会活的 神造了人 虽然人犯罪 但是因为他的爱 他还要拯救我们 所以从一开始 他们一离开圣殿 一殿园之后 发生的让我们看到 一个不该死的人 死了 一个义人 死了 他的血被流出 反倒是罪人得到了神的保护 这就预言我们这些 即使骨子里跟该人 都是类似的罪人 是要靠一个义人流出的血 我们才可以得救 我们才可以靠着神在基督里 这种同样无缘无故的爱 因为义人流出的血 我们才可以得拯救 这是从创世纪开始 就是圣经的真理 包含在今天的经文 当中 好 我们就具体地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 首先呢 让我们看到了 该隐犯罪的整个的过程 他无缘无故地发露 和憎恨以及羞杀的过程 第三节那里说呢 有一日该隐拿地理的出产 为贡物献给耶和华 他在献祭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离开神的面 因为犯罪了 他后来离开了神的面 流离飘荡 在这个世界 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 隐身到今天的新约的教会 是说教会里有可能有类似的事情 在约翰伊苏里 约翰引用的这个典故 也是在说教会里弟兄彼此震恨的事情 这种情况一样会在教会发生 该隐这个时候还在教会 该隐拿地理的出产 这里就扶在门前 他必烈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这里让我们知道了该隐犯罪的背景 首先呢 该隐和亚伯都献祭 神怨纳亚伯的祭物 但是神没有怨纳该隐的祭物 为什么 圣经在这里 我们没有那么清楚的 直接的把原因说出来 但是呢 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当中呢 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出 神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物 而不是该隐的祭物 首先呢 他们献祭的态度和方法 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亚伯献上的是什么 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只有 圣经在这里把细节告诉了我们 而该隐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地理的出产 没有任何的细节 以色列后来有了成文的律法 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 在成文的律法当中 神命令以色列人献祭 你家一群羊 你该献哪一头 是投生的 然后呢 羊身上有很多的不同部位 除了先翻经以外呢 有一些部位的话 是可以留给祭司 甚至留给你自己吃的 但有一些部分 是必须完完全全的献给神 是哪个部分 是汁油 汁油换一句话说 可以叫做最好的 大家理解这个意义吧 现在我们去买猪肉 买羊肉 我们就没有挑肥肉买呢 没有啊 我们现在都不喜欢肥肉 但是我看在座也有一些 定解的是有一点年纪 知道在从前贫穷的时候 我们买肉是买肥肉还是瘦肉 是肥肉的 以前在中国所有的肉铺都是国营的 你要买肥肉需要走前门还是后门呢 要走后门的 从前门你只能买到瘦肉 只有走后门才能买到的最好的部分是肥肉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时期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直是缺油的 汁油是肉当中最好的部分 亚伯献上的是逃生的 是献最好的 是按照神的命令 按照神的心意 该隐呢 圣经说没有任何细节 他就把地理的出产献出去 暗示了他轻忽随便的态度 献祭一直到新约的时候 到主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 一直到我们今天 都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 献祭可以引申到我们现在在教会 种种奉献和服侍 我们服侍奉献 有人是因为教会缺这个 我的吗 奉献这个 因为弟兄姐妹缺这个 我奉献这个 因为神学了这个 我奉献这个 这是一种态度 另外一种态度呢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献上 因为我家多了一个 他现在不是因为教会缺乏这个 而是因为我家多了这个 是因为自己有余 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 就像我们买礼物送给人一样 我们买礼物送给张三或者送给李四 是不是需要人张三李四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我家多了半晚饭 是不是 一个样子 我们给别人买礼物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把礼物带给神是什么样子 是因为我家多余了吗 还是因为神家现在有这样的缺乏 这种献祭的态度明显就表明了他对于神的态度 在座各位姐妹 你男朋友给你买礼物 他爱你的话 他一定是挑你喜欢的东西给你买 他不会把他包括在家多数东西给你买 哎呀我多出一双袜子 虽然然嘛 你臭臭我穿的 你会高兴吗 虽然我们不是那种唯物质主义的女性 但是他这种态度就表明他对你的感情是什么 假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牧师 我在那区会教会的牧师 他还收到我一条女人的裤子 单男性 有一个姐妹搬家了 说不是我这个裤子挺好 我看你也能穿出来 说不是 他说我能怎么办 我只好收下了 他说穿就不会穿了 我们向神献祭服饰是不是 类似的态度 这就是该也的态度 所以说呢 神面对于我们不同的服饰的态度 他的悦纳肯定是不一样 神悦纳了 雅伯精心的 把投身的 把最美好的部分奉献 神没有愿意 这种轻忽随便的奉献 如果一个属灵的人 当我们遇到这种神的责备 遇到神的这种管教的时候 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悔改 地理出场应该是指素的 素的东西一般不如那些荤的东西 那么值钱 但是神既然让我们是种地的 我们先素祭 后来圣殿里先素祭 是一样可以蒙神怨纳的 但是呢 该隐 他遇到这种 等于是从神的责备 他不但不悔改 反倒变成一种怒气 一种憎恨 而且这里很奇怪 该隐变得点色 是因为神不会怨恼他 但是呢 该隐恨谁 恨阳纳 他不敢恨神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爱神的原因 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力量 那个时候他们离神还是挺近的 所以他不敢恨神 他恨神要挑一个比较安全的恨 恨他的弟弟 就恨雅伯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特点 你老板修理你的时候 你不敢恨老板 你去恨你的同事 那比你做得更好 在交互里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 比较有影响力的 你不敢去恨 你觉得恨得跟你差不多了 特别是比你还弱 比你还小 该隐就把人类的这些罪性 你看看 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从那个时候的社会 到今天的社会 从那个时候的教会 到今天的教会 太多类似的事情 亚伯很无辜的 他没有说什么话 伤害自己的哥哥 他没有做什么事情 伤害自己的哥哥 只是因为神够喜悦 亚伯 该隐心中的这种怒气 嫉妒就爆发了 不要以为这种事情 跟我们无关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 警告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今天的教会 跟加拉太的教会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在贪图虚名 因此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保罗用这个贪图虚名挺好 你在公司里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的 很可能是因为实力 我说是实际的利益 真有钱赚的 这个卡卡利桥 你爬上去 你工资是不是就多了 对不对 是有实际利益的 但是在教会里 我们常常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呢 是没有实际利益的 你当时直视了 是不是教会一月给你一万日元 想得太美了 你多奉献一万日元 也许差不多 所以说实际上是没有实际利益的 你当时教会里有种种头衔 除了我们这些全球的传道人的领先以外 绝大多数同工在教会里 是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 没有一分钱工资而言 通常你的位分更高 也等于你实际上线上的更多 更多的摆上 但是一样你会发现什么 鼻子惹气互相嫉妒 跟肝影和哑布的一样 真的合神心意的人的话 你会看到他在教会里的服饰 他在教会里的影响力 很自然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神 对他的愿望 这个时候很多情况下 我们不是去祝贺 我们不是去欢迎 我们不会去赞赏支持 我们反倒会什么 肝影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当然我们寒氧都挺高 在教会还硬绷着一个笑脸 出门就不行 说不了 听起来 这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先世时代发生的事情 到了今天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的原因 一直是因为罪在那里 罪进入了这个世界 人和人的关系 立刻就破裂了 亚当下娃的时候就开始破裂了 当初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左眼就是你给我的那根鱼 他让我吃 你去骂他就别骂我 这是夫妻 这是第三章的事 到了第四章的就是骨肉相残 都是因为犯罪之后 人与人之间就开始隔离 我们彼此之间那种憎恨就通过这些怒气 暴力表现出来 怒气必然会带来暴力 我们在教会学习圣经的时候 经常会有木道友 包括基督徒 是不愿意理解主耶稣基督的很多教导的 主耶稣基督的很多教导是听着挺难受的 打左脸给右脸的 反正像一个借贷的不可推迟 等等 听着好像都不太现实 难以接受 也包括主亲自的去把这种怒气 憎恨和杀人化的 就是说你有怒气 你恨人 这等于什么 杀人 约翰呢 在约翰一书里是明明白白的画上 等他 就你憎恨人就是杀人 为什么 因为真是这样 世上的第一次的凶杀 就是从巴默的憎恨而引起的 我们刚才提到过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杀人 不是我们不想杀 是因为什么 我们不敢 我们没有那个力量 但是心中的恨不得这个人消失 这是好听的话 恨不得这个人死了 我才开心的 这种心里发出的这种憎恨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能经历 因为罪的功效就是死的阴影 一直就在人类社会当中 甚至我们信主了 来到了耶稣基督教会 从前的老自我 也不会那么心甘情暗地死掉 从前老自我穿的那些旧衣服 那些恨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扣中污秽的言语 这也是保罗的教导 他也是说的教会内部的事情 他是用衣服来形容的 还穿在我们的身上 保罗说你们已经是新人了 你们以基督同死 以基督同复活 你们要把这个衣服脱掉 但是呢 这个衣服上的那种长片 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心里 还会时常地显现 该隐还活在哪里 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可以得到的教训 该隐的身影还在我们 是那种嫉妒 因嫉妒而来的彼此的争竞 因嫉妒而来的彼此的憎恨 甚至到了暴力的程度 我们虽然不敢杀人 但是我们会冷暴力 我不动手 我都不动口 我看见你我就翻白眼 不理你 有的夫妻吵架了 都会对招了 挺狠的 有人见你就翻白眼 你很痛苦的 这是不是暴力 他可以不说一句话 不动一个手指 让你痛苦 这就是暴力 比冷暴力再升级的 就言语暴力 保罗说口中污秽的言语 毁报 恶毒 愤怒 恼混 你看看 都不用动手 这些都可以表现出来 我们用言语 彼此伤害 去讽刺 去挖苦 在背后传言 流言 蜚语 从古到今 从社会到教会 都会看到这种 该隐的影子 弟兄姐妹 这种事情的结果 目的从来没有变 就是要伤害对方 伤害他的心理 可能的话伤害他的身体 最好他死了才好 这就是凶杀 让我们知道 这种心中的忌妒 恼恨 憎恨 和怒气 是有多么的可怕 那之后呢 该隐 我们看 他等于是处心疾虑 这不是一时失守的怒杀 这就是一场谋杀 该隐 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 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通常对这句经文的理解呢 就是说 该隐用话语 诱骗他的弟弟 到了田野 远离亚当夏娃的地方 然后呢 就起来 起来 这是个很突然的动作 突然下手 杀害了他的弟弟亚伯 这是一场谋杀 非常可怕 好 故事到了这里 谁该出面了 神该出面了 看亚当夏娃 跑哪里去了 人犯罪之后 他的权威就 没有了 后来以色列十二个儿子 老大是吕变 也叫刘变 那个吕变 后来为什么说话 弟弟们都不听啊 因为他犯罪了 我们犯罪之后 我们的权威就没有了 大卫犯罪之后 他的儿子排在这造反 亚当夏娃这个时候靠边站了 神出来说话 这个时候 一般我们拍电影 神都出面了 包擎天都出面了 那黑脸一摆 那杂刀一摆 把这个城市每个人盖也 一刀斩掉 这个事就结束了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公平 公正 公义 这是罪有应得 弟弟姐妹 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要是这么写的话 写到这儿就怎么了 就没了 不用再写了 还有没有教会啊 还有没有你啊 还有没有我啊 我们都和该一样 早就被杀过 所以说从这里让我们看到 神他有完全的公义 他也有完全的怜悯和慈爱 他的公义和慈爱 都要在这个事情上表现出来 该也要不要为他的罪负代价 要负 要不要负生命的代价 他没有立刻负 但是该也和他的子孙 这一条系列 都是属于死不悔感的那一派 后来都是要在洪水中负灭 在永恒中负灭 神的公义是真正的最后 会完全的彰显 但是呢 神有他的怜悯和慈爱 他总是愿万人悔改 不愿一人存在 他在这里还是在给该隐机会 同时也在这里看到了 他对于亚当和夏娃的案 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有几个孩子 两个 一个把另外一个杀了 按照律法 剩下的一个也应该被杀 实际上圣经中出现过类似的一个记载 在大卫的那个时代 就亚杀龙那个事情发生前后 想让他原谅亚杀龙的时候 一个聪明的妇人 被请去跟大卫说 说我只有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了 现在他们又要把我这个儿子杀掉 怎么办 大卫说我给你下一个命令 让他们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已经成了 这一家里唯一的儿子 恩典要在这里表现出来 其实在这里也一样 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儿子被杀害 另外一个儿子应该被杀掉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其实要看到一个带蛇的爱 我以前讲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亚伯拉罕献以撒 神让亚伯拉罕 把他独生的唯一的爱子献给神 但最后亚伯拉罕献出去了没有 没献出去了 他是想献 真心想知经神的命令 刀都举起来了 但是呢 他最后献出去没有 没有献 耶和黄自有预备 有一只羊在那里 但是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 一只羊可以代替一个人的命令 你就杀一个人 然后说我给你挑头大羊 对方会冤意呢 谁才可以代替人 只有人才可以代替人 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 在那里代替以撒被献的是谁 是耶稣基督 本来是应该亚当下王两个儿子都死掉 但是呢 实际上是谁 神为什么在这里好像没有彰显他的功力 为什么他没有这时候立刻就杀掉该云 是因为他的爱 他的怜悯 他要把自己的儿子献出来 成为天下所有犯罪人的暑假 不单单是你我 是为世上所有犯罪人的暑假 神把主耶稣基督 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愿意走的十字架的道路 死在了十字架之上 这个暑假是为所有人付的 包括为谁付 包括为干人 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暑假 这一表现出了我们所说的阴性诚意 我们都跟干人一样是该死的 我们跟干人的区别就是 我们这些来到教会的人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保险所带来的救助 而干人呢 他实际上是放弃 神这个时候没有杀他 神让他流离飘荡在世上 神甚至给他一个记号做他的保护 今天你我都有一个记号做保护 那是圣灵的记号 那是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神甚至给干人的一个记号做他的保护 干人要不要这个记号 可能暂时要 但是最后他要不要 于是干人离开耶和华的面 这都是有相当意义的 去住在伊甸东边罗格之地 干人与妻子同房 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 干人建造了一座城 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到这里我们可以说 干人最终拒绝了那个记号 你我的记号是神 是神的儿子 我们是属基督的人 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坦然无尽地来到神的宝座前面 是因为你穿戴基督 如果我们不穿戴基督 你跑到圣所里是什么结果 一刀两半 我们现在可以赶来到神的面前 有了那种可以存到永恒完全的拯救 是因为我们穿戴基督 神看的不再是我们 而是透过基督看我们 神看的是基督 这是每一个音信参应的人的福分 神看的是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记号 现在是透过圣灵表现出来 该以拒绝的记号 他没有让神的儿子成为他的拯救 他让谁的儿子成为他的拯救 他让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的拯救 他建造一座城 大家知道城是干嘛用的吗 日本是东市 中国那词叫做城市 城市本来是两个词的 一个是什么 城 一个是什么 市 市是干嘛的 是彼此交易热闹的地方 所以城市一般都很热闹 彼此交易 有商店等等 比如东京 虽然比东京小一点 也很繁华 比如说我们船桥 这是市 非常的繁华 非常繁华 人多了之后呢 你要修城 什么是城 日语这个城 还是原来那个本 是城市 是城堡 是城墙 城墙是干嘛的 城墙是军事 防御 攻势 是保护自己 所以说呢 该人的选择是 他用他自己的手 造了一座城 是一座宫石 用他自己儿子命名 是说他要用自己手的力量 用自己所生的儿子 做自己的保护 这是超级典型的世界态度 我们从小在世界上 受的教育 培养都是这个 谁能保护你 自己保护你 你老了怎么办 我儿子多 过去那农村的话 为什么很多农村 传统都要生儿子呢 这一个村里 我们家有12个儿子 像雅各式的 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在过去的农村里 是村里一爸呀 他们家只有两个儿子 这家只有女孩 看到你怎么办 绕道走了 为什么好多传统社会 拼了命也要生儿子呢 儿子是你的保护 那生女儿呢 过去能抬不起头呢 儿子是你的保护 是我的城市 这是这个世界 从该领开始 就是这样 他放弃了神的儿子的保护 他要用自己的儿子 做自己的保护 弟兄姐妹 这也是该领 神给了他太多的机会 像神给现在这个世界的机会一样 该领没有这么立刻的死在最中 而且寿命很长的 该领还有一代一代的子生 繁衍生息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科技 都是胜过后来赛特那一系的 不止一头 神是祝福给他们的 神是帮助他们的 一直给他们机会的 但是一代一代 该领和他的子生 没代表 他们有没有越来越跟随神 没有 他们越来越反到远离神 这个世上充满了残暴 直到创世纪第六章 神让洪水来覆灭当时的世界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世界 那个时候和现在没有区别 这个世界恨我们 约翰在约翰一书说 这个世界恨你们 你们不要奇怪 你说我也没得罪你啊 不需要了 你只要做得对 他就恨你 你只要比他个子高 你只要长得比他白 你只要比他瘦 他也吗 他也恨你 你只要背着帮 比他新款 他也恨你 这个世界就是怎么样 很痛心的是 我们在教会里 也有可能是这样 别人恨你 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他 只是因为你做对了 这时候再要给大家一个放喝 不要随随便便 把自己带入亚伯的角色 我们自己有没有该赢的意思 我们有没有在恨别人 在嫉妒别人 就是因为别人比我个子高 别人眼睛比我大 别人长得比我白 他怎么这么人气 我怎么没人理 凭什么他一带这个团契 人数就增长 怎么我一带人都跑了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 有没有同样的 像该一样的记忆 有没有同样的怒气出现 甚至你开始恨他 巴不得他倒霉 你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出来的都是怒火 约翰在约翰一书里 用甘尹撒亚伯 甘尹很明显是不信的人 但是呢他用这个同样的例子 来教导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 警告我们 如果我们憎恨弟兄的话 那我们还是什么 死在罪中的人 我们就是跟 你连那看得见的弟兄都爱不了 你怎么爱那看不见的神 弟兄姐妹 我们强调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们也强调有无缘无故的爱 神爱我们就是无缘无故的 这里不是说神乱爱 像我们有些人乱爱 神不是那种乱爱 中央空调暖男啊 神爱我们无缘无故的解释是什么 你不要从你身上找神爱你的原因 你说神爱我是因为什么 我眼睛虽然晓得有神啊 神爱我是因为我去教会给别人都找啊 神爱我是因为我怎么怎么地 我都足给教会打扰了为什么 这些都是好事啊 但是不要从自己身上找神爱你的缘故 你找了多少原因 你都不配神的爱 神爱你唯独因为祂是怜悯恩赐 不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神是因为怜悯爱着我们 免了我们的战 那我们要怎么办 主啊免了我们的战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战 你也要免了人的战 你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免你的战 看你有没有免了人的战 耶稣基督给的一个教导非常的清楚 在马太福音 还跟县有关 他说你去献祭的时候 如果还想起哪个弟兄跟你有怨气 有怨恨 没法饶恕 你要怎么办 你把礼物放在坛前干嘛 回去 先跟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你再回来献祭 这跟今天的教会 我们在教会服事应该完全一样的态度 我们在教会服事之前 我们在站讲台之前 我们在私会 我们在翻译 我们在做各样主要事工之前 先要问问自己 这个教会里我是不是还在恨哪个弟兄 我跟哪个姐妹有没有嫌隙 先要问问自己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存在的话 要怎么办 先把礼物放下 先把服事放下 先跟他和好 主说千山的牛万山的油脂 我都不在乎的 只要你行公义 好连你 存谦卑的心 跟你的神同行 神更重视我们心中 有没有这样的怜悯 从旧约到新约 没有变化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英雄 我有没有在恨哪个弟兄 哪个姐妹 只要他倒露我的高兴 来教会看不到他 我好爽 来教会碰到他 你太爱了 最近关心一个弟兄 有时候你最近怎么不来教会的 那个弟兄的回答 有些人我不愿意看到 这很现实 我们可能没有这么直接 心里也许会有 先跟他和好 你说我跟他和好 他不跟我和好 那就变成他的事了 你要跟他和好 然后等着神去改变他 他可以继续恨你 你也没有办法 只有神才能改变他 但是你不要去恨别人 主甚至说要爱你的仇敌 何况我们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服侍 一定会有嫌隙 但是神说了 这个时候要先把服侍 先把基务放下 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 这是神在圣经当中一贯的教导 该隐象征着世界 该隐象征着我们身上的 还没有死尽的老自己 该隐的隐的 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身上 还在教会里存在 今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上真是出于骄傲 出于嫉妒 出于怒气 有那种无缘无故的憎恨 但是只有神无缘无故的爱 他在耶稣基督里奇异的恩典 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拯救和盼望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 憎恨是何等的容易 嫉妒怒气是何等大的危害 也让我们看到你的怜悯和慈爱 你让主耶稣基督 在罪部该死的人 却死在十字架上 为赎我们所有这些该死的罪人的罪 该隐跟他的后裔拒绝了这拯救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后裔 千代万代都要接受你 愿耶和华成为我家之主 愿我们万代都跟随你 行在你的一路上 感谢赞美你 祷告祈求 是奉救主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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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